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不见得会有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上礼拜我们不是看那个海洋庆院里面 莫娜公主在这里皮卡上说 他们偷走你的心你的心找不到灰素 所以其实因为我们被这个社会偷走了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找不到灰素它是我们伪装自己 我们即使我们所有的梦想也都是唬难忍忍 不是吗 因为我想说如果现在再给你一个 你的作文乐 我的志愿 你还敢真的认真写吗 你敢写吗 或者你真的写得出来吗 因为你怕被批判 那会被别人批判说 但你这个别想那么多了 那你怕被批判 或者你自己会觉得说你可能做不到 那到底你的梦想为什么开始 从此之后消失呢 那梦想的阻碍是什么 我觉得梦想最大的阻碍就是 我们没有办法坚持下去 我来调查一下这个班的同学们 小时候你可能在小学期间 有上过所谓的俗称的才艺课程 好 那我不知道什么 有可能是海伦 有可能书发 有可能围棋等等等等 或者音乐类的 好 那个 我想问一下各位同学 你到现在 还持续有学这个才艺的 有没有去什么 那没有啊 那你什么 上什么 我现在还在学 为什么 没有让我听 你妈没有让我听 所以你想听是不是 没有啊 那其他同学都没有吗 国中开始 也可以算了 现在还在学什么 其他很棒 还有没有 好 大家都没有说了 耶 好 那我想问一下 你们当初 为什么会决定就不学了 反正这是大家的理由 就是说 没有时间 因为要复习 没兴趣 好 其实这些都叫做什么 借口 这些都是你根本就是 colleague 她自己打滑 心意便会不会想坚持下去 我们想要 可能再考虑一下 108是刚才最终的目标出来 不知道 大家不知道对 108刚才 最终目标就是成就每一位孩子 你们也是属于孩子 但是真的却是成就每一个孩子 那你想问一下 我们出来看最简单的 学习地程 那学习地程你才换投 是不是有个什么叫客外活动表现 多元表现 请问 所谓多元表现 客外活动表现 那些是不是就等于说 你在校外之前 校外所学的那些东西都可以放 那要成就每一位孩子的定义是什么 所以我常常会思考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会选择放弃 其实人生在世 很多事情都可能发现 所以我真的鼓励 现在还在学的同学 积蓄下去 想办法弄一个证明出来 或想办法参加一个演出什么 放在你的学习历程里面 其他如果没有学的同学 已经没有停掉了 我觉得没有关系 你再拿回来 你再从事再拿回来 在高中的时候 继续再使用这个东西的话 我相信对你一定会有帮助 因为你在学那个动员表现 你可以放 那你就可以相对 你可以说服指导大学教授 那我这样请问一下各位同学 不管是你持续选择 或者是你间断之后再拿回来的 跟第二种类型的同学 第二种类型是可能小时候有学过 然后他为了想证明说他会小提醒 比如说会小提醒好了 然后就在那个学习历程里面 放一个小学阶段 说我想说我参加部小提醒比赛 跟学校一起参加乐团比赛 得到特有 请问这样子的状况 说服这个大学教授吗 我说你放小学 不可能放小学 因为当然我们老师们 一定不会给你省过 但是我想说 告诉各位同学 如果你愿意的话 把重新拿回来 再把你懂得坚持 再把你懂得珍惜 所以我们梦想最大的阻碍就是 我们这样 心而一举说放弃 人生一生当中 其实有很多事情 可能会放弃的 比如说你未来的 你大学之后的工作 比如说你这个 那个情侣之间情感问题 夫妻问题 家庭问题 甚至你人生当中 遇到一些可能 真的很困难的事情 你都会想怎么 选择人生当初 选择放弃 但是很奇怪一件事 我们却从小学会一件事 就是放弃 不懂得坚持 好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各位同学 真的 重新再想一想 到底有什么事情 是你真的要好好去坚持下去 有时候把生活想成是游戏的话 我相信各位 应该会体会不一样的事情 各位如果今天玩一个新游戏 你今天玩一个新游戏 然后呢 因为闯关输了 你会因此而把这个 switch或者手机砸烂吗 有可能是不可怕 暴力行驾 你会想法试图去闯关 不是吗 你的人生就像是游戏一样嘛 好 有人说呢 在迪士尼里面的小孩子 跌倒的也不会哭 因为他们玩都来不及了 好 那我这边想 如果你把人生想像在游乐园里面 那么很跌倒的也不会哭 可这是真的 为什么 我说上面是真的 下面是看你怎么想 这个 我儿子呢 我们之前没有新冠的情况之下 我们都会去 不管去东京或去什么 或去 东京啊或香港啊或冲神啊 那我们每年大概会去 三到五次左右 那这个两年前呢 暑假期间 我就带了我们家人去香港 这是最后一天在迪士尼玩 最后一天 然后我们当天早上呢 这个到了这个 迪士尼队园里面 我们看到那个画家包 那边没有什么排队 我们就赶快 第一个游乐器 我们就进去拍照 然后要签名 好 要签名 然后呢 我儿子非常的兴奋 好 有一些跑跑跑跑出来 不接了 摔到水沟盖上面 各位同学 你看一下这个手 这不是画上去 而是真的好 当然要这样磨破了 而且有留一些血 他大概哭多久 他当下大概哭两分钟 你就问他说 那你还要玩吗 还想玩吗 那他都回答什么 玩也玩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玩四天了 迪士尼啊 其实这一天 不差这一天了 他不想玩 反正我们每一个 该玩的 该看的什么 都做过 都玩过 所以不差这一天啊 他选择什么 当然还要啊 好 所以他两分钟之后 你不再哭了之后 擦个药 然后我们再进去 继续再去玩啊 所以有时候把你的人生当中 想的是游乐园啊 里面还有更多 更精彩的 更好看的 更值得玩的 是你不能错过的 如果我们还是停留在这个地方 我们继续哭闹 不爬起来的话 那么你的人生 其实就会错过很多 很多重要的事情 好 那我们下礼拜开始呢 会讨论人生三个问题 所以真正的生命教育开始 我们先从哲学思考 到现在的人学探索 为了就是我们要来 来思考这三个 很重要的人生课题啊 好 人生如系 继续如人生 我不知道各位同学 你的人生 你认为你的人生 是什么叫那句吗 喜剧 悲剧 还什么剧 吹哨剧 吹哨剧 好 很好 这些来说很好 因为之前有关系 还有跟我说什么爱情动作 那就别了 你的人生是什么剧 我不知道 可是你的人生 更重要 你这个剧 好不好看 在取决在什么 这些材料 这些素材 这些素材就是什么 这些脚本 这些脚本 之所以要好 你的人生才会好 可是这些脚本如果烂 那就不用讲了 什么都烂 各位同学 我们是不是有丢 我有丢两个连结给你 各位同学 就是关于我们的嘉奔作业 好 那不管你有写或没写 但是如果你稍微浏览过 你会发现 我嘉奔作业 我里面介绍电影的部分 我很喜欢 我都 都大部分都采用 所谓的预告片 为什么要用预告片 因为一个预告片 能够最快速的 能够让你进入到这部电影 但是它不会告诉你 转捩一点 它也不会告诉你 所谓的结局 好 那这些预告片 之所以组成起来 也就是这些脚本 这部电影很重要的元素 所以人生如戏 细如人生 你的人生到底希望 未来展演什么样的 我也不知道 不过你们的声音 我都听见了 所谓说你们的声音 我都听见了 之前在放海洋七元的时候 大家同学大概 很多都反应 可以不要 不要在中文了吗 我想听原文 有些同学会有这样的反应 我不知道 你对于听原文 或听中文 到底的想法是什么 其实我不会说 原文跟中文 我会说英语 跟所谓的 华语 然后台湾配音 台湾配音 但是因为我不会说 文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 文字是 代表一个 就是文字而已 可是我会说 它的配音 你会喜欢听哪一种 大部分都喜欢听 原来的配音 所以原来的配音 可是 这会比较好吗 我知道你们的反应 我都听见了 那我今天 我那时候说 大概两三个 我给你们解释 为什么 因为想放到这场歌里 一部成功的电影 不可不缺的三个元素 其中第一个就是 包含故事剧情 那里面故事剧情 里面包含了你的脚文 第二个呢 就是制作技术 其实制作技术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 学这么多东西 对 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技术 更重要第三个元素是什么 谁可以说得出来 一部成功的电影 第三个很重要的元素 角色 角色 感情 我觉得都还好 因为这个大概都可以归例来这样 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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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技术的部分 什么东西呢 好那我再问第二个问题了 世界共同的语言是什么 有人说肢体语言 有人说英语 是真的吗 对 有人已经比出来了 不是 那你世界共同的语言是什么 是什么呢 好那我简单一回答就是音乐 迪士尼他在动画单 不管他任何的电影技术里面 都不能过去一个很重要的灵魂 我觉得灵魂的角色就是音乐 所以一个电影里面 不可或许第三个元素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音乐 各位同学你有看过一部电影 完全没有任何的配乐吗 不显不讲有没有主题曲 但是 蛤 我说的是迪士尼类的 所以如果那种没有音乐的那种电影 你看得下去吗 看不下去 就像是今天这堂课 我今天这堂课我来试验看看 你不然他等一下会睡体位 为什么我这么说 因为我这堂课今天完全不放任何的媒体 我不放任何的影片 那这次就会觉得很无聊 所以怎么样 就开始睡觉 那睡觉怎么办呢 那我就知道我记起来了 所以一样的 一部电影不能过去第三个 这个最重要的元素是在音乐 那世界共同音乐也是音乐 所以你会发现迪士尼 它的电影成功的是 它在音乐上面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功夫 当迪士尼走向国际化的时候 我们却偏远化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能不能认同 好 这是迪士尼 我只是说动画类的 动画类的世界版图 而且这还是旧的 最新的已经到了所谓东南亚这一块 就是居庸使者 Lion 所以我说 那个版图非常的扩充 可是我们各位同学 我们台湾却不断的矮化自己 限缩自己 为什么 因为你都说 我要听 我要听原文 我要听英文 你都会这样的反应 所以我们一直不断限缩自己 迪士尼为什么那么成功 因为他们一直延续了 华特迪士尼的中心思想 包括了思考 相信 梦想 还有感 还有去做 那其实这个五个 他迪士尼会的这五个 我把他结合到我们生命教育里面的时候 这些思考 人学探索 然后终极关怀 价值事变 最后到灵性修养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代表 我刚说 灵性的中心思想 就让他那么成功 有多成功 我们看1928年出生的这只老鼠 全世界最长寿的老鼠 全世界最会吃的老鼠 为什么 因为他吃下了什么 他本身就是黎世尼 华特迪士尼 他吃下了皮克斯 吃下了漫威 吃下了星际大战 所有东西 吃下20世纪猛师 吃下了蓝天 还有吃下了国家地理频道 这个老鼠这边很嚣张 这老鼠之所以很嚣张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定要 成功 大家成功的三个元素是什么 第一个自我认同 第二个他认同你 而第三个呢 彼此功能 我觉得这是老鼠厉害的地方 应该不想你知道 华特迪士尼 他之所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一直不断 创造这个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 他所有的电影里面 也是在走这三个部分 一定都会套路 这三个套路 告诉你说 你是一个怎么样 可以值得被认同的 你必须要自己认同 然后再次彼此功能 所以你会发现 这电影里面 他的套路是怎么样 先是主角 寻找自己的身份地位 对不对 先认知自己 认识自己 然后再来是找到伙伴 跟他一起同意 而最后怎么样 意思彼此 痛创好的一个结局 我来看呢 我不先顾解 不是这样 那这个什么 那个各位同学 前阵子应该比较夯的 这个鬼灭之刃 也是一样的 先什么 自我认同 然后再找到他的伙伴 他认同你 甚至我觉得看市场 更可怕是 连杀一只鬼也都 必须要去同理他 然后结果来 不必施工了 不是吗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 我觉得一个人也必须要学会 人 我们对生命的态度 也必须要这样 好 那徐动师的拉雅 那我想先 先借由这个为了来介绍 因为刚好 他后面讲的一个 很重要的关系叫修复 那这个原本是来讲出一个关于东南亚的一个国家 一个虚拟的国家 这个龙的国家 而在这个龙的国家里面 原本它是一个国家 它是人类跟龙是共存的 共存共融的 但是呢 突然之间有个装模 一个可怕的东西突然出现了 那攻击人类只要被它触碰到的话 就会变成死雕 就会变成死雕 包含 任何生物都是一样 那这些龙呢 为了保护人类 他们去抵挡这个装模 但是最后最后 怎么样 也不断的开始失败的时候 最后有四只龙 他们就决定一天 用它自己的所谓的能力 法力好了 去集结一个叫做龙珠的东西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龙珠 交给最后的另外一只龙 而这四只龙呢 也就开始被装模所吞吃 就变成死雕像 好那这个剩下最后这一只 我们叫做西珠 这只西珠 他用刚才西珠 把他那个龙珠交给西珠 所以西珠去抵挡了这个装模 终于抵挡成功 所有的人类恢复变成为人类 好了那这个结果开始呢 人类开始之间 还是一样存在一种不幸的 彼此之间的不幸的对方 所以他们开始 一个国度分裂为五个国度 然后五个国度呢 包含 龙牙 那个龙鑫 龙爪 龙鸡 还有龙尾 好 他们分裂为这五个国度的时候呢 开始一样 彼此分裂 分裂之后 好 结果五百年之后呢 龙鑫的酋长 他觉得说 我们不该再这样子下去了 我们应该彼此这样 这样团结 我们应该彼此合一 所以他就召唤了 其他四个国家说的 他们的酋长 还有他们的 他们的这个 这个族民们 来到这边说 我们应该坐下来 好好聊一聊 不是喝咖啡 聊是非 是我们应该坐下来 好好聊一聊 我们是不是应该团结起来 但是大家会愿意吗 不会 因为龙鑫 对不对 龙珠 它是放在龙鑫里面 所以他其他的 其他的国家 当然不肯啊 不同意啊 所以他们看到 那个龙珠之后 开始不断去抢 有些人抢 四分五裂 这个龙珠碎裂了 碎裂的时候 他的庄模就跑出来 他们跑出来 要继续吞吃所有人类的时候 然后呢 他们就发现 现在碎裂的这个龙珠 还有一点功效 所以他们就用这个龙珠 去抵挡庄模 好 那当然有很多的百姓 就这样 因此而被 被 丧失他的生命 但是 拿到龙珠的那个 那个球长 或者周遭的人 是能够被保护到的 好 经过六年之后 拉雅长大 其实这六年当中 拉雅在 拉雅在这个 这个原本的 这个大国度里面 去寻找那个 传说中的 仅存的 那一只 那个西书 但是找到了吗 好险好险好险 最后 在龙鬼的 最后一挑喝 这边找到西书 告诉西书说 我们需要你的帮忙 我们人类需要你 西书说我没有办法 我又不是这样子 那么厉害的人 那么厉害一只龙 然后呢 拉雅就告诉我 这是我们约会的龙珠 其中一片 他给了西书 没想到西书 竟然拥有这个 他兄弟姐妹的这个法力 突然变成有这个能力 于是他想 所以如果我们把另外四片 龙珠都找到了情况下 是不是 我就可以去抵挡庄模 于是他就展开这一系列 好中间的过程 我就不说了 直接跳到最后 我觉得最棒的一个画面是在哪里 最棒的一个画面是在 拉雅在最后最后最后的时刻 他选择相信 他选择相信了一个 他选择相信了一个 那个所谓的曾经背叛他的人 这个龙珠云 非常非常多 他相信一个曾经背叛 他把这个最后 他手上这个龙珠碎片 交给那个曾经背叛他的人 希望说你来拯救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这个共和国土 交给他这种拉雅这一片的石头人 好这个我觉得 就是他能同理的嘛 对 最后到彼此共融 好那这边里面的画面 有一个就是曾经背叛他的人 他当时就选择相当 当然那个人他就要怎么做的 一样不能去做对 所以我说 这个迪士典成功的电影呢 更重要的是有制服认同 他认同 而最后到一个完美的结局 叫做彼此共融 好了 我说你们的声音我都听见 那我们现在继续来解释 为什么我会一直要在这个电影里面 会用选择中文 我现在想到 在动画版的电影 我都会选择中文 但是在等等版内 我个人都会比较喜欢用 所谓的缘语巴音 好 主要原因就是 我没办法接受 今晚必远的讲国语 就像是 我不能接受花木兰讲 英文的道理一样的 所以我到现在 还没参加过花木兰 好 自我认同什么意思 各位同学 我们上次也有看到这个画面 对不对 包子 这个包子 我让你们印象中 你们看到这个里面 包含菜肉包 瑞士卷 叉烧包 这三个 这个要拧香包 那其他地方也有看不清楚 好 我让你们看到这些中文字 你看到这些中文字的感受是什么 你的感觉是什么 你的感觉是什么 很奇怪 很奇怪吗 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 但是我会觉得很亲切 因为这是我的文化 我身上的文化 我的文字 我会觉得有那种认同感 好 我们再看第二个 当巴斯光年 他终于 体悟到自己觉得他只是一个玩具 而且那个 体悟到自己只是一个玩具 不是一个真的能够飞向宇宙 浩瀚无理的巴斯光年的时候 他发现 因为它是一个玩具 而他那个玩具是Million Taiwan 当他发现它是Million Taiwan的时候 他也认清了自己 可是我不知道各位同学 当你看到Million Taiwan的感觉是什么 哦 有点了 还是你觉得有点 好 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 那玩具是Million Taiwan的第一集里面 Million Taiwan 没有 这是真的 真的 好 你们下次可以去看 玩具Million Taiwan的感觉 好 接下来呢 那个 动物发展室里面呢 我们看到这个 这五个人 如果当时你小时候 没有听过中文发音 你就永远不会记得这些人 可是你曾经听过 所以你会记得这些人叫什么名字 因为它叫做施明德 它是洪金豹 它叫做赵腾雄 它是智林姐姐 它是哈朱弟姐 这是只有特有的 我们台湾配音才会 你才会听得到的 可是如果你是听 英文发音的话 英语发音的话 你根本不会感受到 这个 为什么它是施明德 它是洪金豹 然后它是赵腾雄 智林姐姐 OK 大家说哈朱弟 那跟谁有关 哈朱弟姐 因为她的那个 她原文本来叫朱迪玛 因为她是由 那个蔡依林 所配音的 那朱迪跟朱迪 其实有点相近 但是没有办法 是完全一样的 不可以叫朱迪去改名 叫朱迪嘛 那你不可以真的找个朱迪 来配音啊 大概每个都可以去朱迪哈 所以我要说的是 第一个自我认同 当迪士尼愿意 把这个自我认同的 这个权限交给各位 这个金牌交给各位 各位你愿意收吗 如果迪士尼 它是一个很自私的 一个集团 它会选择坚持 用他们自己 你必须认同 你不需要认同你自己 对不对 这叫做大外宣吧 可是它就是要把这个 自我认同的这个金牌 交给各位的同学 可是大家都不愿意 收下这个金牌 他们不要啦 我要听英文啦 各位同学 这个我不知道 如果你们去过香港 香港或日本 迪士尼 这个我主要先讲的 他包含上的迪士尼 也是一样 他们在那个 去那个 那些现场那些秀 或那个烟火秀啊 他们日本呢 就会基本上 尽量都会使用日文 日语配音 你会听到 然后迪士尼也说 在讲日文 然后这个 狮子王也是讲日语 然后他们都 大部分都试用 这样 当然还会讲啥英文 主要原因就是 他们对当地文化 自我认为 他们也认同自己的语言 但是我们台湾呢 好丢烈的 不要了 男兵死了 我就不习惯了 我觉得很可惜 好 接下来第二个部分 对不起 又少了一个 狮子王里面呢 那个丁满呢 要介绍说 我们这边那个 这个 没有不吃肉的 我们吃昏丑啊 于是他 水手抓到医师之后 这个虽小 游水可多 我就不多说了 台语的虽小 虽小 懂了吗 可是如果你听英文 答应的话 你一直这样叫small but a little 大概类似像这样的英文 就不会有办法 体会到 所谓这个 虽小 的感觉 懂了吗 这你必须要听啊 因为这个是我说 当迪士尼 马克思的 我认同的这个权限 这把钥匙交给各位同学了 可是你却把这把钥匙丢掉 那你就永远没法自我认同 这也是我今天这一堂课 更重要的一个概念 叫做自我认同 那接下来 什么叫他们同理呢 各位同学 我不知道你喜欢吃花椰菜 其实我本身 我也不太喜欢吃花椰菜 但是我吃 世界所有的小孩 大部分都不喜欢吃花椰菜 但是 日本的小孩 吃花椰菜 日本小孩最讨厌吃的是青椒 所以我带我儿子去日本的时候呢 我们给儿童饭 真的看不到 任何一个青椒 出现在他的盘子里面 因为日本小孩 大部分都不吃花青椒 所以日本的版本 花青椒 大部分 在其他国家的版本 全部都花花椰菜 好我们再看中方呢 但是 在美国他的播报源 在中国他的播报源 在日本他的播报源 那在澳洲他的播报源 他会因为不同的地方 而画不同的播报源 他人同意 你是你 你是你 不是我画的 因为我画不出来 这是你 这是你 所以就是 那他的同理啊 我认同你的国家 我才会这么去做啊 一样的 他把第二把钥匙 给各位同学 结果我们还选了 不要啦 干嘛啦 对不对 台湾没有 他人都画是你 因为台湾 他的台湾市场幅 没有那么大 好 接下来 我们必须说 这个全球 这个 除了 这个美语 美系之外 这个发音之外 那第二大中什么 华语 那华语第二大国 是哪一国 我们就不 台湾 台湾 中华民国 我也这么人 但是我 市场最大的什么 在中国嘛 市场最大的就是 中国那边的 如果美国 迪士尼 选择用市场 最大的翻译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我们来看一看 在美国的影片 像Coco 在香港叫做可可 在台湾叫可可 约总会 在香港叫做 玩转其乐园 在中国叫做 《寻梦还游记》 请问如果 美国《迪士尼》选用 中国最大市场的 叫做《寻梦还游记》 的翻译法 命名法的话 请问在台湾 你愿意花钱去看 这部电影吗 很无聊 对不对 我叫《寻梦还游记》 因为在做梦 平常上升 比较游客睡觉就好了 是不是 《寻梦还游记》 所以不可能 因为我们台湾 对Coco 有不同的联想 第一个 你就想到多可 想到珍珠奶茶 是不是 然后第二个 当我们台湾在讲夜总会的时候 你就马上知道 《寻梦还游记》 结果你会想到 这是本墓 所以你会有做 这样子的联想 所以你会可以感受到 夜总会的时候 幽默跟风趣 但是 如果我用玩转其乐园 你会说 他到底应该干什么 因为我们不是 这个文化的人 所以我说 当迪士尼把第三 把钥匙给你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要呢 你还确认说 我要Coco 我要Coco 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是Coco 好 然后接下来第三 接下来下一部影片 我再举一个例子 好了 我先说举例 《灵魂迹角弯》 台湾叫《灵魂迹角弯》 香港叫做《灵魂奇遇记》 但是 中国叫做《心灵奇遇》 一样的 我说我今天来商业堂 我们来看《心灵奇遇》 你会说 《生命疗运》 已经上课了 我干嘛还去电影院 看《心灵奇遇》呢 懂我意思吗 因为很无聊 光名字你就受不了了 不是吗 所以你会发现 它的文化背景不同 因为中国这边 竟然是无宗教化的人 它的宗教也被统一的时候 所以其实你看 它大概简称叫《心灵奇遇》 可是 你就觉得 哦 真能看吗 可是台湾的 灵魂迹角弯 就会有 所以我说 当我们像小孩一样 用自己这平常的语言 用这习惯文化 这技能的思维 那么 你就可以感受到 不一样的东西 而且我刚刚说 他们的配音 他们的翻译 其实非常非常的用心 跟专业好 不要总觉得外国的月亮 比较大 外国的月亮 比较圆 我觉得自我认同是很重要 其实当我听到同学说 可以不要听中文吗 这一句话的时候 我大概就认定 就知道说 这个人 要不就是英语能力 非常的强 强到他的思维 都是英文的思维 英语的思维方式 要不就是 他极度的不自我认同 各位懂为什么 因为他不认同自己的语言 那这个就很长 你知道去日本 大家常常叫日本人 他们什么 他们英文很烂 对不对 他真的很烂 连我都可以跟日本人沟通 你就知道 这个日本人 英文真的不太好 可是他们会坚持 会使用他们的语言 就是因为他们对自我的认同 我必须他们坚持 使用他们的语言 对自我认同 所以他们为什么科技 或他们整体上发展那么快 那么快速 可是当我们台湾呢 却怎么样 把自己走向边缘化 好 人生毒气 细细如人生 剩下二十分钟 那我接下来 从归顾讲 我说在各位同学 身上看到了很多 先兜热达的影子 那当然 接下来我们二十分钟 要来讨论这些问题 那我们先思考 为什么中奖十二加以前 是说爱达先兜热达 必须得回去呢 因为魔法会消失吗 还是什么原因 然后我就不多说了 你可以自己看 我想问一下在座各位同学 自己看下面我就不说了 好 那个 有没有人自己觉得自己命还不错的 觉得自己命还不错的 可不可以举手看一下 那你们怎么拍命啊 真的喔 那有没有 你曾经算过 你曾经算过命的 或者是你也相信算命的 请可不可以举手看一下 也不好举手 哪里都不算命 都觉得自己命很好吗 我的答应就不好一直觉得 各位同学 我相信你们都肯成 曾经算过命 但是我会真的告诉各位同学 因为这带我们中奖 简单会提到 不用去算命 你不需要去算命 那都捂烂你的 因为命就是一条 就像神子就是这么一个人 这种一条命 长短不会有任何人知道 如果今天我能够通过算命 能够知道我的命有多长 那么我相信全天下意外就不会发生 各位认同我说的吗 如果我算命就知道我今天就会死掉 那我今天就会特别的小心 那意外就不会发生 所以不可能去算把命算出来的 你去算都算什么 去算你的运 都是算你的运 那这个运就像这根绳子 长短你不知道 你永远不知道 但是你怎么去使用这根绳子 怎么改变这根绳子的使用方法 那就是你的运 那就是你生命意义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使用绳子的权限 但是我们能不能好好的发挥使用它呢 好 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学 第一个不要去完全相信算命 但是有时候运是掌握在我们人生的手上 那既然说不要像一下各位同学伸出你的双手 那我来看看 好 我要看看你的双手 不用去核对上面的字 我要确定一下大家双手是不是都简单 我只是要确定一下 ok 好 都还不错 好 你们现在有几根手指头 十根手指头对不对 不用真的看哪 我这只是 好了好了 我要走回去啊 你有几根手 先告诉我你有几根手指头 几根 几根手指头 几根手指头 好 大家都有使用 听清楚 来 听清楚 我不知道你的命 我今天不是在告语你的命 但是我必须告语你 你这些运动来自你的脚本 来 听清楚 听清楚 很重要 我今天等一下会快速的 带各位看九个人生脚本 如果快的话全部都看完 如果慢的话就知道 挑痛点 我会看九个人生 请听清楚 每一个脚本我会停留下来 但是每一个脚本里面有五个问题 听清楚很重要 这五个问题里面 请记得 如果这一句话 这个问题里面 很符合你的 就是在说你的 请帮我搬出两根手指头 如果这一句话 不是在讲你的 跟你是无关的 那就不用积分 就不用慢 继续维持两根 如果下一句话 你很不认同的 不是在讲你 对不起 对不起 因为我被打断 好 如果下一句话呢 是你不确定的 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的情况之下 就帮我搬出一根手指头 这样了解吗 要不就是两分 要不就是一分 要不就是零分 听清楚 很认同的 在讲你的就算两分 好 不认同的 不是在讲你的 不计分 然后不确定的 一半一半的 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的情况之下 那就算一分 好 那五小题里面 最高会得到几分 十分 最低呢 你们 那看起来 大家大部分同学 都有进入状况 那我现在希望 各位同学 能够帮我跟着我 一起做第一题 第一个交代 不管怎么 你先做第一个 你真的不想听我这两个 那就第一个 保持安静 不要睡觉 你可以就当着没事 但是你不要等到 我后面发生 你发现 老师算得还蛮准的 情况之下 你想再回来认真 听这两个 我告诉你 你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你不如借我 十五分钟 好 好 第一个 别人常说 我没有幽默感 第二 别人常说 我们会照顾人 第三 我是一个 会做事 却不会享乐的人 第四 我很难跟别人 开玩笑 第五 玩乐放送的时候 我会不安 或者有罪恶感 以上统计完之后 你是 第一次 零分的请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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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的请举手 两分的 三分 四分 五分 六分 六分 七分 这五题都要累计起来 八分 九分 十分 再 一定要算一下 因为很多人没有记者 再把你跟别人还搞不清楚状况 我再说一次 这里面的题目 这里面的题目 累积起来 这五个小题 我刚刚都讲了 每一个讲本里面 会有五个小题目 看你如果认同那句话 帮我算两分 不认同的 不计分 不确定的算一分 累计起来最高 最高会得到十分 最低会零分 好 你继续算 那我希望你们要算 我不会再问你很详细的分数 我接下来就会概括性的问题 好 那这个题目呢 我先跟大家讲 请问美金一块 日币一块跟台币一块等值吗 不等值 所以你的五分 可能小于它的一分 但是它的一分 可能大于它的十分 所以各位同学 不要把分数互相比较 只要跟自己比就好了 好 第二个概念 当分数越高 代表这一句 等一下这句话 影响你越深 也就是分数越高的越不健康 分数越低的越健康 0分的同行你 如果你是十分的 或者很高分的 那就要重新 检视一下自己的状况在哪里 这样了解了吗 很多人做完之后 他发现其实很蛮准的 因为他是统计 统计学的东西 好 那这个脚本叫做 不要像小孩 那艾达 先度了小时候呢 叫艾达 他被妈妈叫做房间里 说的 你妈我说 我再不久就要走了 你要坚强 你要加油 你要乖乖 快快长大 你要乖乖长大 你要照顾家里 类似像这样的话 请问各位 一个小女孩被接到这样的讯息 请问他的感受是好还是什么 他能够好 对不对 所以他的内心的语句 就是一句话叫做 不要像小孩 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的人 像你们各位同学 为什么你会 这句话会被建立起来呢 主要两个原因 第一个可能被过渡要求 第二个可能 家里发生重大变故 我刚刚看了一下 班上 确实是有五分以上的人 还有一些人 那什么第一种 我先介绍第一种 主要原因是因为 你在家里面可能就是 长子或长女 不是赌哦 独跟长的概念不一样 因为你是长子或长女 所以你的家 家人会要求你 必须做好仿样 你觉得你爸妈可能说 哎 你是哥哥 你是姐姐 所以你要做好仿样啊 弟弟妹妹都在学你啊 类似像这样的话 可能你就开始被什么 被建构这句话 所以我必须怎么样 不要像个小孩一样 好了 那我再举一个真实 我再说一个真实的例子 我之前有个学生 他小学三年级 就跟我学乐器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非常懂事 小学三年级 大概已经拥有 高中的这个成熟度 不是说他的功课 是他跟女人之间应对程度 其实他非常的懂事 那我觉得很特别 那当然后来我知道 他因为他家里 是在做卖夜市 不是卖夜市 在夜市卖饮料 那当然他非常懂事 他放学回家 都会去帮 家庭那个夜市店 帮忙卖饮料 好 那他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他弟弟四年级 但是我就问 有一次我来问他 他弟弟有去帮忙卖饮料吗 他说没有 不用 也没有 好 既然这个女孩子 到了高中的时候 那天后来 还没在学 我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他 我就跟他说 你读哪里 他说不用华科 然后呢 我说那你现在还去 爸爸妈妈那边帮忙卖 他说有 OK那我说 那你也有去幼稚园打工吗 他说没有 他说他打工呢 在假日去打工 去哪里打工 去婚宴餐厅打工 我说为什么要那么辛苦 因为各位帮忙的很 真的很重 婚宴餐厅 他说因为那边钱 那边钱占的都比较多 我说为什么需要那么多钱 他说因为我妈说 如果我要读书 那么钱我要自己赚 如果我要读书 那么钱要自己赚 要不然就不要读书了 我听完这边我觉得 我蛮难过的 那我就一样的 我白目的在问下一个 我们的弟弟有去吗 就打工说没有 不用 虽然姐姐没有任何的抱怨 姐姐似乎也乐在其中 但是我觉得他很兴慌 好 第一个 第二种状况呢 是我们在报道杂志媒体 常常会看到的 第二种状况 叫做 家里可能发生的重大变果 比如说各位同学 在新闻里面 常常会看到 比如说 比如说我举例一个叫小明 小学一年级 他的父母亲车祸身亡 由他的阿嬷来抒养他 然后这个小明怎么样 他这个 放学回家呢 一样跟刚刚的女孩子这样 回到家帮阿嬷端面 洗盘子 趁着空囊的时候 赶快写作业 晚上八九点 没什么客人 带着她的妹妹回家 洗澡 然后洗衣服 然后睡觉 早上呢 不用叫 都能够自己起来 重点是来到学校上课 也从来不睡觉 然后考试品学 建议又好 班上都是第一名 记者来采访 他说 嘀嘀嘀嘀嘀嘀 你的梦想是什么 他就说 我长大想要当医生 然后记者就很惊讶 你为什么想当医生 因为我阿嬷生病了 还要去卖面很辛苦 我想要医治他 然后对不对 常有这种新闻 而且当医生很赚钱 我可以给阿嬷做很大的吗 阿嬷就不用再工作了 所以我当医生 各位同学 我们常看到这种新闻 在哪里看到 比如说大爱 好消息频道 各位看到这种 暂时先转开 先不要看 暂时先不要看 节目播完再回来 为什么 因为你不要在人家 伤口伤杀也很大 我来证实各位同学 哪有小孩那么懂事 各位同学 你们回到家第一件事情 你会主动发展 你做事 各位举手一下 好 回到家第一件事 就是耍废的 比如说开电视 玩手机 躺在床上 躺在沙发上 吃东西 那耍废的请举手 你看吧 懂了 所以他不会跟我懂事的 他失去他该有的样子 好 接下来下一题 成长的过程中 我们有一个完整温暖的家 第二 工作或人性关系 都要挫折或萌生 我走 第三 我经常感受到别人 很难接纳我 第四 在任何地方 我都没有归属任何的团体 第五 我不管在任何地方 都很难有归属感 以上统计完 也是四分以下 包含四分的 可不可以举手一下 我看看 四分以下 包含四分的 四分以下 请举手一下 OK好 没有许多代表你是高分 所以拜托一下 进入状况 因为我要看你们的手 才是决定 我要花多少时间来讲它 好 这个脚本叫做 我没有家 这里不属于我 艾拉呢 刚刚先死妈 只有没多久就死了 所以这个家呢 只有谁 只有她跟她的后母 她那个两个 两个 那个 后母所带来的 两个余额 OK 这样子的人呢 她就觉得完了 我的家字不已经完全破裂了 那各位同学 为什么你会被建构这句话 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 弱势族群 第二种 有可能家理事议员 来自一个 你认为 应该是没有被经营的家庭 的情况之下 那第二种的话 我就不多说了 第一种则是没有被经营的家庭 没有被经营的家庭 我在说单亲跟隔代 还是可以被经营 不要误会 不一定是理由 因为这个字不是我讲的 这个字是原本 研发出这个脚本的人 他们所写的 但是我觉得 应该是没有被经营 好 那我现在多解释第一个部分 因为我觉得 这个问题一定要跟大家讲 这个观念很重要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 好 这个我们来调查看看各位同学 我用我小时候老师 对我的问法 我来问各位同学 你们要回答我 好 他们老师说 各位小朋友你们好 老师是你们的新老师 男老师 那先各位小朋友 好 在现场的小朋友 有没有是外省人的小朋友 你们可不可以举手 让老师看一眼 外省人的小朋友 没有 没有是不是 有吗 好 那有没有台湾人的小朋友 台湾人的小朋友举手 你家是公仔一人 讲台语的 家里讲台语的 好 谢谢小朋友们 好 你家里是那个客家人的 哈卡尼勒 请举手 老师看一看 家里吗 等一下 你们班是外星人 哈哈 怎么办不完呢 那外省你不举手 好 好 不好意思 太可怕了 哈哈 这个 你是外省人的小朋友 可不可以举手 老师看一眼 外省了 好 那你是台湾人的小朋友 台湾人的 台湾人的 好 你是客家的 哈卡尼的 你不知道客家人的 好 接下来你是3D人的小朋友 3D人的小朋友 好 真的 真的 那你不会觉得我这样这句话很奇怪吗 为什么 OK 好 好 剩下没多少时间 各位同学 刚才我在文化里面 发现文化里面 带有严重的歧视 但是不是我其实30年以前的学校是这样的错 30年以前的学校 第一个 他会种族分类 他老师认为外省人比较优越 老师认为所谓的是得比较 懂吗 而且第二个情况下 其实30年以前 确实是没有原住民 所以你看各位同学 30年以前的这个学校 校园里面是不是有种族歧视 30年后有没有 有 为什么 我没有这对人 我没有这对白子有 但是上礼拜 我们问了一个问题说 其实我们在说谁知好爸爸 我们的问题里面其中有一题 然后就说 请问你试试 会不会为自己多拿一份 这一题 然后就有同学 就突然不经意的说 我这样子很客家人 各位同学 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很难过 我难过 我真的很难过 我先说好 我不是客家人 我是外省 我是外省 我很难过就是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说一个客家 为什么要不要先来 就像是 为什么要说原住民就是爱喝酒 客家人就是叫做小气令色 然后呢 就会说什么 台湾人叫做台独 然后呢 外省人就是舔共 这是刻板印象 这是我们的文化 哎 到今天为止 是不是才是这样子 我再问你们啊 我们不点 不点穿圈 所以你们发现到现在还是这样子 可是你知道 当一个 所以刚才我在问 其实我相信在座一定有人是客家人 但是当然 其实他不敢举手 甚至刚才明明就有外省人 还不先举手 一样的道理 因为你认为你是弱势族群 你是客家人 你是外省就没有台湾价值 错 我跟你讲 真的严重说 我们都已经把两性平等这个概念 改成性别平等了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在种族的部分 大家都是平等的呢 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可惜 反正各位同学 不要以后 不要不经意的说出不该说的话 啊 你是原住民生一定很会喝酒 很伤耶 真的很伤耶 你知道吧 不要这样说我是外省人 但是 我还真的要帮不同的同学们 不同的同学们 种族们 我一定要听到他们发声 因为我觉得 不可以再这样子 歧视任何的种族 好 接下来 我在挑大概四个 好想快点 我当时觉得我一定要 各好别人才会爱我 第二 是我工作认真 东西想获得被称赞 第三 帮别人称赞我 我会觉得很假 不踏实 第四 我觉得没有条件案 实际有理想 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 最后 我不喜欢被注意 而且我觉得不会有人注意 你是五分以上 包括五分的请举手 五分以上 五分以上 为什么其实还有很多人高分 但是你有一种不举手 因为你不好意思去学 因为这个家门家 都不会有人喜欢我 于是 艾达他的后母 把所有的帮佣全部请掉了 其次 所有的事情 都必须由艾达拉来做 艾达自己的做 他是不是有中国玩家 是来被认同 我再说一次 透过中国玩家是来被认同 那是什么原因 那位同学 小时候你可能如果 大妈说 你要乖啊 大妈才喜欢你啊 你考试要好啊 老师才会喜欢你 你看你这么脏 乖乖的阿哥妈不喜欢你 对不对 国中的时候 请问 如果你是读公立国中 请问你们老师 希望你考上私立高中 还是公立高中 为什么 因为你必须做好这些老师 才会认同你的价值 一样的 今天要在这个学 在这个校园 在高中部 请问学校老师能鼓励你 考上鼓励还是私立 我考上鼓励我才是有价值的 考上私立我就很烂 抱歉 我自己是私立大学毕业 我不觉得我很烂 懂我意思吗 我们好像就被认 被认计的你必须做好这些事情 才是个优秀的人 这我说错哦 真的严重错 我好像那种跳快点 可是我想会 稍微稍微稍微 好 那接下来呢 来看下一个脚本 好 这个好了 老实说我在下决定的经常举行不定 第二 我发现我所做的错 决定常常会出错 第三 我常常希望别人 竟我拿第一主意 第四 遇到新的任务 什么的影响单 自己会做不好 第五 我定可作为跟随者 也不会担任到这 以上是五分以上 八方五分的请举手 应该大概超过一半 对果然 那为什么这个讲本 所以我才挑中的人讲 这个讲本叫做不行 从头到头 你爸妈说 你刚想认识做一件事 你爸妈会说 你可以吗 你真的能吗 你确定要吗 我看起来就不要好了 班上都选部部长的时候 他们就说 老师我想到攻击部长 他就说 你其实前面最吵的 你不要 人不在意识的情况 所以我们以前都开始被否定 因为我们开始被否定之后 我们就会产生下面两个脚本 什么两个脚本呢 我常常欣赴别人所拥有的 第二 我不满于自己现在的样子 第三 印象中 父母常对我说 如果是那个谁谁谁叫我 第一 我心中有一个无心的开摩 是我们的选择的方向 结果我经常会记得到 你状态感到很挫折 以上是五分 包括五分以上的请 你应该是超过一半 你会再过来 特别让我们讲到 但因为我不是我 爱他羡慕别人所拥有的 各位同学 羡慕别人所拥有的 羡慕啊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各位同学 我不知道你会 国中的时候 班上有的时候 不大 可能国中或小学 老师会说 我觉得我们班很烂 怎么那么吵 看他隔壁班 怎么样 小时候你可能 你爸爸可能会 你看那个隔壁的阿猪 他不用补习 他应该考虑高分 你考虑 你却不靠我 什么都补习 你考虑什么分数 好那既然 这是举例老 如有人同学 全出小学 那 还有一种状况是吧 我不知道老师们会跟你说 听听说 你们看我们毕业的学长姐 你看这次上凡线 多少人那么棒 那你们呢 你们加油 学院像他们一样 好不好 记得 他是他 你是你不是我 他的事干我毕 我们一定要像他一样 我们需要像他一样 我们能不能做我们自己 我们能不能先 从我们认同我们自己的开始 所以我们才会有朋友的教育 就带我 不错 那不讲公认了 那我先讲一下 这些脚本 我刚才只是前面举一些例子 都是一些负面脚本 你们大概先看一下这边 我很快说 最严重的情况 你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未来会发生什么 第一个 可能自杀商人 或者杀人 忧郁症 切实底里 或者是思考混乱 或者是适应障碍 有可能是精神崩溃 有可能是过劳死 有可能是病院性能 有可能是开闹车 有可能是焦虑症 有可能是流浪判 有可能是社交推缩 有可能是失败 这些都是我刚刚说最严重 最严重最严重最严重 最严重最严重 会导致会这样子 当然我刚刚讲最严重 确实是 这些都是负面的脚本 负面的 我刚刚今天我们简单 有分清几个重点 它都是负面的 这些负面你如果允许它 慢慢成长茁壮 那就没关系 你让它成长茁壮 那之后 你会变一段的人生 会很辛苦很痛苦 那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这些教育会产生呢 因为我们都被教育一件事情 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 但是谁说人生 一定要是一场马拉松比赛 更重要的是 我们人心贪胆 所教说人有三辛苦 在贪圣词 人心贪胆 所以怎么样 那个贪那个制造 去拿掉 为什么 因为我们爱比较 人因为比较而痛苦 人因为去计较而很久 如果你一直不断地跟别人比 你一直跟别人计较 那你永远 我在那个痛苦的当下 所以我看到各位同学 从这边 我先简单抽几个人生教育里面 各位同学 一定要重新 学会一件事情 自我认同 你如果对自己都不能认同自己的话 你的人生 就会过得非常的辛苦 好 好 那我抽一位同学 下次就帮我说心得 30 有在上桌吗 不好意思讲 因为刚才有一些 对对对对 对好 有在上桌子可以说心的话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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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